11月13日,电影《限期破案》举行开机仪式 让人惊喜的是,男主角是吴彦祖以及王千元 照片中,吴彦祖似乎比以前发福了一点,还留起了胡子 不过男神范儿依然不减 近年来吴彦祖常居美国,已经有两三年没有回过香港了 他笑言自己的广东话有一点退步,反而普通话变好了 吴彦祖还透露女儿今年开始上幼儿园 他特地为她报读了一间中文学校 吴彦祖表示,我希望她能学中文 因为我唯一后悔自己不会中文 所以不希望她长大会后悔 吴彦祖的女儿出生于2013年5月30日 英文名Ravin,还有个很好听的中文名叫吴飞然 吴彦祖曾经透露,吴飞然这个中文名是孩子的爷爷起的 非代表非洲,此地对吴彦祖和Lisa意义重大 然则代表他们均向往大自然 而吴彦祖这几年专心经营生活,夫妻关系非常好 父女俩关系也非常亲密 除了日常陪伴在孩子身边做个女儿奴 她还适时打实丑女狂魔